1949年四川成都 马布芳带着儿子马纪元来到蒋中正的官邸 三人留下了这一张合影 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布芳坐在沙发上 他穿着军装 留着洛塞胡 在蒋中正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的样子 坐在旁边的马纪元和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侧着身子 梳着偏分头 脸上挂着微笑 这一年马纪元27岁 就在几年前被任命为少将副军长 而此时又再次加关进决 升任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